尾巴 这是一天下午发生的事 放学后 小豆豆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正在这时 大荣军跑了过来 压低了声音说 校长先生发火了 在哪里 小豆豆问 因为迄今为止 小豆豆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校长先生发怒的样子 不仅十分惊奇 大荣军因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加上十分吃惊 大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鼻翼也有点鼓了起来 他说道 在校长先生家的厨房里 去看看 小豆豆抓住大荣军的手 向校长先生家的厨房跑去 校长先生的家就在礼堂的侧面 厨房则靠近校园的后门 有一次 小豆豆跳进了厕所的掏口里 就是在厨房里面的洗澡间洗干净的 另外 午餐时 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的菜肴 也是在这个厨房里做出来的 两个人捏手捏脚走进厨房 厨房的门已经关住了 果然 从门缝中 传出校长先生发怒的声音 到底为什么 你要那样随便问高乔军有没有尾巴 然后 听到了小豆豆的班主任老师的声音 对校长的责问 女老师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只是看到了高乔军 觉得很可爱 就随口说了一句 您难道不知道这多严重吗 我对高乔军费了多少心思 这一点您怎么才能理解呢 小豆豆想起了今天上午上课的事 早晨 班主任老师说 古时候 人是有尾巴的 这是非常有趣的话题 大家都非常高兴 用大人的话说 这是进化论的初步知识 总之 是很少见的话题 特别是 当老师说道 所以 现在我们都有尾骨 这是尾巴退化后留下来的 这个时候 以小豆豆为首 大家开始互相摸哪里是尾骨 教室里乱成一团 在这个话题的最后 老师开玩笑的说 有没有人还有尾巴呢 高乔军 你有没有呢 高乔军急忙站了起来 摇着小小的手 认真的说 我没有 小豆豆明白了 校长先生正是因为这件事而发怒 现在 校长先生的声音 不像是在发火 而是充满了悲伤 您有没有想过 高乔军被您问有没有尾巴 它会是什么心情呢 女老师没有回答 小豆豆不明白 为什么尾巴的事情 会惹得校长先生这么生气 如果老师问我有没有尾巴 我一定高兴死了 的确如此 像小豆豆这样的孩子 身体上没有任何缺陷 所以 即便老师问 有没有尾巴 也一点不会在意 可是 高乔军的个子 已经不可能再长高了 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 校长先生在开运动会的时候 特意设计了适合高乔军的项目 让他可以取得好成绩 而且 为了消除身体上的 有障碍的孩子的自卑心理 先生让大家都不穿泳衣 一起到池子里游泳 总之 为了使高乔军 太明 这样身体上有障碍的孩子 能够去掉自卑心理 以及 我比别的孩子 烈等 的想法 校长先生 尽了他所能做到的 种种努力 而事实上 这些孩子们 也确实没有什么 自卑的情节 但是 女老师因为觉得 高乔军很可爱 就顺口说了一句 是不是有尾巴呢 这样的话 实在是有欠考虑 这也是校长先生 始料不及的 关于尾巴这件事 是校长先生 偶然知道的 因为上午上课的时候 先生正在后面参观课堂 女老师哭了起来 只听他说道 确实是我做错了 我怎么向高乔军 道歉才好呢 校长先生沉默了 这时候 小豆豆很想 看一看校长先生 但从玻璃窗上看不到 虽然小豆豆并不清楚 为什么要看一看先生 但他更深切地感觉到 校长先生的确 是我们的好朋友 大容军肯定 也有这个想法吧 校长先生对班主任老师 发火的时候 没有选择 还有别的老师在的职员事 而是在谁也看不到的厨房里 这件事给小豆豆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从这件事上 能够看出小林先生 作为一位真正的教育者的 处事方式 这一点 虽然当时的小豆豆 还不能理解 但不知为什么 先生的声音 却总是留在心里 无法忘怀 春天来了 对小豆豆来说 发泄源的第二个春天 已经真实地向他走来了 就在下看了 还能够看不完呢